從小我就想養狗 一直到十五歲那一年 阿斌 你從今天開始就叫小阿呆好不好 舒芸你還要搬狗狗洗澡喔 知道啦 還要搬狗狗清理他的大小便喔 我知道 還有每天還要帶他出去散步 因為他是你的責任 好啦好啦我都知道啦 來阿呆來 好 從那天開始 你就成為我最好的朋友 不管走到哪裡 身邊總是少不了你 確定爸爸不用幫你去搬行李啊 不用啦我心裡就這些而已喔 阿呆你要乖喔 姐姐要去社群了啊 我會回來看你啊 你要乖乖喔 你要幫我照顧阿呆喔 嗯 然後他最喜歡吃的那個飼料牌子 一定要買那個牌子喔 好啦那個飼料嘛 好啦我會帶他去散步 吃那個什麼 好啦好啦時間差不多啦 好啦那我走了 好啦好啦 阿呆來 阿呆你要乖乖喔 一定要乖喔 小時候的我 小時候的我一定很難想像 有一天會跟你分隔兩地 但是這一天終於來到了 一想到晚上你將不會陪在我的床邊 就感覺很不真實 就這樣我在外地過著我的大學生活 轉眼之間又過了兩年 身體有幾天 有幾天 唷 小時候的小時候的所謂 沒什麼這種事情 好啦 我知道了啦 拜拜 半夜的一通電話 讓我醒悟到 你並不會一直都跟以前一樣在家裡等我 永遠活蹦亂跳又健健康康的 喂 又齊學長 我是你啦 我剛剛接我爸電話 我叫阿丹明就要動手 所以我想說可不可以跟你借一點錢 大概多少錢你會方便 五千塊你方便嗎 沒關係 沒關係 那我再問別人 OK 好 謝謝 那一個晚上 我不知道我打給了多少人 想到你離我那麼遙遠 你和我都孤立無遠 哈囉 阿丹這 喔 阿丹 姐姐帶你去看醫生好不好 對啊 對啊 他好可憐喔 你醫生約了沒啊 有啊 我都約好了 好啦 你趕快跟他去啦 他一整天一直叫 沒辦法睡覺你知道嗎 我知道啦 他這樣好可憐喔 乖乖 讓我讓我意識到 身為學生的我 我其實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 來照顧阿呆 幾年過後 我出社會了 出社會之後 我花了一點時間追尋夢想 又被拉回現實 最後回到了家鄉工作 熟悉的土地卻因為歲月的改變而陌生 回到家鄉 也剛好趕上了你的晚年 我回來了 回來了 回來了 阿呆 你怎麼沒有出來 阿呆 不知道啊 我一整天沒看到他 不是啊 你整天沒看到他 你不會找一下嗎 你都不會覺得很奇怪喔 阿呆 怎麼會沒看到 阿呆 阿呆 你在哪裡 阿呆 奇怪 阿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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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裡 爸 阿呆在這裡啊 阿呆為什麼會在這裡啊 我今天如果婆婆要走的時候 好像都會找個地方躲起來 爸 阿呆在這裡 我知道你已經保住我病痛了 但是你抬頭看我的眼神 像在安慰我說沒事一樣 喂 你好 我想問一下你們那個 有安樂子的服務嗎 柴犬 白色的 你在幹嘛啦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啊 阿呆的病 他這樣越來越痛苦而已 我要帶他去 你有什麼權利的決定 讓他們生死 那你也有權利 讓他痛苦下去吧 我這麼想在家裡 也要好好感到別吧 我這麼想在家裡 阿呆 我知道爸爸說的沒有錯 是我一個決定只需要幾秒鐘的時間 卻壓得我肩膀好沉重 沒有你之後 家中感覺特別的冷清 好心 一直到現在 我還是會常常忘記你不在這件事 總是會習慣的把你的床打開 親愛的阿呆 謝謝你用一輩子的時間來陪伴我 你讓我找到溫暖 教會我微笑 讓我在低潮的時候知道我不是孤單的 讓我學會對另外一個生命負責 而不是只想到自己 你教我如何面對離別 學會放下 接下來的日子 我會好好走下去 繼續努力 努力過好我們沒能在一起度過的時光 謝謝你 我永遠愛你 你不要怪 你要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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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 我沒有 欸 超可愛喔 他好任命喔 他給他抖在書桌那個就這樣怪 可以蹲然後坐在那邊就 那你抱我 你愛可愛 你愛可愛 你有呢 沒有呢 我親到他了